透过持送大悲咒 将我们所听到的音声 转为清静法音 长持大悲咒的修行者 所听到的音声 都能转化为清静的法音 长持送大悲咒 不但能得到自在 而且所得皆能满怨 能离开苦难而得到快乐 是一个持大悲咒的人 如果在江河大海洗澡 或是你在家沐浴 或是你在洗菜洗米 沾浴到你持大悲咒的人的 这个身体 手 然后这个水 旁类众生沾浴到 都会恶业重罪灭主 那么还会得生他方净土 不再受轮回之苦 所以这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利益众生是非常广大的 还有我们持大悲咒的人 吹到持大悲咒人的风 不要吹到我 我旁类的众生在我后面都得到解脱 常生佛潜 不受三乐道报 那么就会非常的 这个庄严 消业障 一切恶业重罪 皆得灭尽 大悲咒的功德是没有办法说尽的 我们若能尝持大悲咒 就可以善念升起 心生欢喜 给人心灵带来清凉或光明之感 史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桃园采访报道